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591回 徐潇在锦州发起之前 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游侠儿 可以说徐潇祖辈跟什么书香门第呀 什么耕毒传家八竿子都打不着 徐潇到了北梁之后 之所以成了个大大的臭骑篓子 能跟二姐徐卫雄的师父王激旧 两个大臭骑篓子能够杀得酣畅淋漓 是天昏地暗 不是没有原因 起先是徐凤年的娘啊 想要徐潇多下棋 磨一磨他急躁的性子 到了岁数也该是时候修生养性了 起先徐潇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能逃就逃 久而久之 王妃也就不再多说 后来是徐凤年喜欢上了下棋 大概王妃逝世后 作为嫡长子的少年徐凤年 跟徐潇关系闹僵 徐潇应该想着呀 多跟儿子有些相处 十分终于开始认真学起 只是很快呀 就被天资聪颖的世子殿下 拉开十八条大街的差距 那以后徐凤年和李懿山 就都不爱跟徐潇下棋 再怎么让棋 也能杀得徐潇丢亏契家 徐潇就是哪怕想要自取其辱 那也得看当今天下世上 唯一可以不卖他脸面的师徒二人 有没有心情不是 徐卫雄倒是始终耐着性子 跟徐潇下棋 但也许在从不掩饰自己 重男轻女的徐潇心中 仍是跟儿子下棋 更有意思些 哪怕被徐凤年在棋盘上杀得空落落 没剩下几颗棋子 马踏春秋战功标饼的老梁王 那位公认黎阳王朝之内 胜负心最重的徐瘸子 也会觉得很开心 平定春秋的不适之功 让徐潇跟先帝赵敦的父亲 都是君臣见面式平起平坐 以后上朝更是得以配刀入殿 但是在清凉山 许多目场景 总让人尤其是外人感到荒诞 徐潇在梧桐院被人追杀的鸡飞狗跳 在王府艳客主位上坐着的 竟然是年轻柿子 都不说忠明鼎时的公侯将相之家 就是小户人家当老子的 也不该如此宠溺儿子 儿子也不该如此忤逆才对呀 到最后 黎阳那边就顺势找到一个 无懈可击的理由来攻击北梁 上梁不正 下梁歪 徐凤年轻轻晃了晃脑袋 让开小差的自己赶紧凝神 眼前这位老人 虽然毫无杀机流露 但终归是一等一的隐藏高手啊 两莽大战一触即发 要是自己死在这儿 死的地方还凑合 可时间就大错特错了 别的不说 北梁恐怕至少可得少死十几万人呢 那老人 他笑闻道 你以为我是那西楚齐恋华 徐凤年点了点头 老人缓缓伸出一只手掌 提笔之时 当聚精会神 有如前朝 先贤书胜书仙 百人同邪而作 心正弃合 方能弃于玄妙 近于大道 其道 如国庙重弃 须则积满则负 为忠则平 老人手势一变 古人云万中浮贵 下笔有如神重 故而风正则四面是权 赐重十指 指实则竭力军平 再次须涨 涨须则运用如意 何乐处乐 是自是也 大楚仰师两百年 国泼二十年 悠有一股士气不可辱 唯还必欲 唯波必折 折须占笔发外 得意 须扔出之 随着老人娓娓道来 满缘风雷 陵墓外的迷凤杰脸色苍白 背后侠中见是阐明不止 如遭雷击 乌亦哀号 园中反小差 面无血色 摇摇欲坠 但仍是咬牙倔强的 不后退一步 老人手掌 缓缓翻覆 看似不过是提笔 徐徐高乐 像是一个迂腐的老夫子 在传授私塾蒙同 如何一笔一划的写字 但是在徐凤年眼中却是惊涛海浪 甚至让他想起了当年在泰安城大殿外 顾建堂以天下第一福导南华 以仪式方寸雷环礼曹长青的手法 两者殊徒同归 都有画腐朽为神奇之妙 真于画境 风雪飘摇 徐凤年神情沉重 先前他跟剑道宗师弥凤杰都认为石碑残留 是手指刻画出的剑气 现在看来 那是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了 这位老人用刀 徐凤年不去看如遭刀割的漫天凡乱风雪 他问道 齐老先生原来是春秋十三甲之中的刀甲 老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五指微微弯曲 做了个合拢的手势 他反问 合策触策 以站立位置为原心 四周树杖内无一片雪花的徐凤年 无奈的回答道 年字誓言 老人收手后唏嘘道 是啊 年字 徐凤年的年 满原风雪 终于归于正常 又有雪花速速落在徐凤年的头顶和尖头 应该是西楚书胜其练华物物的老人自嘲一笑 春秋刀甲 刀比例刀比例 刀甲变刀甲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千百年来世人一向以练剑为荣 不说游侠 就是各地世子 富级游学也都是配剑 听说过谁配把刀啊 百兵之手的争夺始终是刀不如剑 其实名刀就数目而言 不数名剑 而且大多在江湖上也极富传奇色彩 就像那如今操之于徐凤年徒弟之手的那柄 大双长刀 先前几任主人的故事也可谓荡气回肠 但是自吕祖飞剑斩头颅文明天下起 剑道便在武林中一枝独秀 而刀客的气象却每况异下 从没听说 说哪个刀客飞剑取人头颅的 也从未有过用刀的宗师登顶武道 最近的江湖百年 有剑甲李纯刚和桃花剑神邓太阿 虽说都输给王先知 但没人能否认两位剑道魁首的各自大风流 反观刀法第一人的顾剑堂 在武榜上的排名从来都不算高 在江湖上的口碑也都平淡无奇 也从没听说过有人说是仰慕顾的将军的武功而去练刀 说羡慕军功提刀辱的倒是有些 但是世间男儿 连那魔头寒雕寺在临终前都说过 也曾想过青山仗剑走江湖 更谈其他年轻男子啊 那有多少女子曾经对一席青山的李纯刚 只闻其名便难忘啊 就连徐凤年本人练刀前 在北梁境内装少侠以便坑蒙女子 那也恨不得是在身上挂满了名剑 殊胜齐恋华竟是那只留给江湖惊鸿一撇的刀甲 这个真相实在是让人动容 更让人不得不艳羡西楚当年的鼎盛景象 不愧是中原文脉正统 有李春刚 仗剑过广陵江 有文豪散发片周 斗酒诗百片 有女子姿色 倾国倾城 有国师李密 与曹家得意师徒 联手二人 学其雪亭一举棋 也难怪有人说 西楚国灭 罪不在天子世子百姓 要恨就只能恨天时在离阳 而不在江楚 老人朝徐凤年招了招手 老人率先的蹲下身 看着王妃无数的墓碑 一态不复先前的风发神意 只有世间最寻常孤苦老人的销索落寞 他低声嘻喃 徐霄算个什么东西 一介粗笔武夫 娶个姿色过得去的女子也就罢了 徐凤年怒气横声 他冷声道 老先生当真以为 你我生死相搏 是我徐凤年必败 齐炼华一笑置之 你这辈子还没去过锦州老家祭祖吧 徐凤年没有搭话 事实上不但是他 徐霄在封王后就没去过锦州 徐霄的爷爷很早就过世 当时徐霄刚出辽东 在黎阳南部跟几大藩镇势力厮杀的如火如荼 徐凤年出生后就根本没见过爷爷奶奶一面 徐霄呢又是独苗 因此后来也没有什么徐家的亲戚 早年倒是有些个锦州远亲 跑到北梁跟徐霄攀亲戚 年轻时瘦尽白眼的徐霄 也算人之意尽 给了他们一份旱老保收的荣华富贵 至于娘亲那边的长辈老人 王妃无素几乎从不提起 徐凤年小时候只是偶尔听娘亲说起 外婆是为与人相处将心比心的大好人 可惜啊去世的也早 至于外公是谁 娘亲没说过纸子片语 徐霄也不肯多说 只有一次在酒后气呼呼的说了句 那老儿早就死翘翘了 徐凤年猜测 肯定是徐霄当年求亲在吴家剑种外 吃了闭门羹 被姓吴的老丈人拿剑打的屁滚尿流 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老子不相往来了 而徐凤年对那个外公也有怨气 后来在青城山的姑姑 常年副甲遮面 就是吴家当年刁难娘亲 才害得身为剑士的姑姑 脸上被灵力剑气割裂的面目全非 虽然不是外公亲手所为 但徐凤年觉得 如果那个外公有说几句公道话 对待娘亲的离家出走 吴家剑种也不至于如此残忍狠辣 尤其是得知亲舅舅吴起 在北莽故意相见却不相认 最后又转去西蜀来辅佐陈之报 徐凤年对姓吴的亲切长辈 可就真没什么好感了 哪怕本该喊上一声太老爷的吴家当代家主 在北梁边境上主动有过一次弥补 徐凤年难免还是会有心结 那老人他常呼出一口气感慨道 我曾替大楚修转前朝史书 变缆书记 当时我刀法虽无宗师之名 却有宗师之时 但修使之时仍是时常在夜间 挡杆悟然 无他 只因书中处处可见那 人相识 三个字 天下兴亡交替 虽是常态 可每一次动荡 民间疾苦之苦 实在是酷无不堪言 交官之外 渠路旁 弹幕返街 如屈阳 喧呼朵意 择飞劫 快刀遗落 争取驾 这是何等惨烈景象 死者已满路 生者为鬼林 天下苍生半游魂 这可不是乱世诗人在座 无病深言之语 我亲眼见春秋之末 贩卖男孩 不过几文钱 女子 价值不过一捧肃米 再后来 有些父母不仁 便与别人换子而食 到最后 世上人不当人 游不如鬼 我如何能不恨黎阳 不恨那一路南下 屠城灭国的徐霄 旧时王侯家 糊涂出末地 其实又何止是王侯 知恰如此 徐凤年从地上抓起 捧血 捏在手心 忍不住打断老人的言语 徐霄说过 做人要本分 头等文人 修其置评 次等文人 也能为苍生诉苦几句 而他作为提刀的武人 那就是打仗 也只会打仗 给他几千人 他就打一成 几万人就打一国 等他有了几十万铁技 不打天下打什么呀 所以后来那么多人骂他 他从不还嘴 也没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对的 北梁军中 老一辈的燕文鸾 中红武合众户等 年轻一些的 楚露山 李莫帆 曹小娇 哪一个不是世人眼中臭名昭著的老兵品 徐凤年眼神坚毅 他沉声说 但不能否认 如果说必定有人会做那个帮黎阳一统天下的人徒 那么由徐霄来做肯定是最好的结果 齐恋华感慨道 此事我还真没想过 陷入沉思的老人突然笑出声来 黄龙氏啊 有句诗广为流传 国破山何在 成春草木深 李扬那位宋家老夫子便点评 身字不如生 若用生字动静结合 踏河诗道 李扬文坛士林 纷纷拍案叫绝 你以为然 徐凤年平静的说 我二姐曾在上阴学宫说过 宋老夫子改的狗屁不通 齐恋华问 那你就不好奇 徐卫雄到底是谁家女儿 徐凤年被他触及逆临 难掩怒意 关你屁事 齐恋华眯眼一笑 徐凤年 徐凤年哪 徐凤年 你还真是跟你爹徐霄差不多的德行 徐凤年深呼细口气 我敬老先生对西楚忠心 在北梁王府潜伏多年守护王国公主江宁 但老先生别以为真能在徐家为所欲为 老人不以为然面带积讽 好 不知何时 两人所占位置 变成了刀甲齐恋华背对陵墓大门 徐凤年背对两块墓碑 然后两人几乎同时踏出一步 然后几乎同时踏出一步的脚背 就被对方另一只脚踩住 徐凤年双指作剑 戳中老人眉心 老人竖起手掌 看似轻描淡写拍在徐凤年的胸口 老人身形旋转如陀螺 卸去指剑的同时 大袖飘荡 卷起漫天风雪 形成地龙吸水的景象 徐凤年被掌刀推向墓碑 一手绕后贴在墓碑上 轻轻一推 借力前冲 身形在空中的徐凤年 双指并拢 依旧在老人头顶处倾斜一抹 磅礴剑气 顿时当空托洒而下 老人吃笑一声 他的步伐迥异于世间武夫 两脚稍微内清 一手副后 单手握拳 在一条直线上踩出连串碎步 悍然前塔 躲过那抹剑气 刚好一拳砸在徐凤年肚子上 拳重如勒鼓 戒势反弹后 五指立即松开 又是一掌推去 徐凤年倒飞出去的身体 在血液中炸出类似磁碎宝竹的刺耳声响 刀甲齐炼华的拳也好 掌也好 步伐也好 其实都很简单 干脆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自负与世为敌的王先知 快如奔雷 劲如炸雷 只以徒手迎敌 不屑天下的神兵利器 徐凤年其实没有如何重伤 只是被老人一招击退 新潮起伏 体内本就紊乱的气机越发跌宕 如同废水添油 这让他对春秋刀甲重新有了认识 原本以为齐炼华 至多跟随鞋骨在一个水准上 看来呀 应该起码还有高出一线 如果在刘州斩龙之前 徐凤年自信就算刀甲倾力而为 就算自己再大意也不会如此狼狈 徐凤年落定后 嘴角渗出血丝 只是根本呢 他就不去擦拭 顾不得也无所谓了 徐凤年经历过生死大战 也不是这一次两次 那老人嘖嘖道 求你现在的糟糕处境 只多也就用生三招来拼命 遇上一般金刚甚至只选高手 三招差不多也就够了 可惜啊 遇上我 徐凤年平静的说 不用三招 就一招的事 老人问 就算死 也要护着身后的两块碑 人都死了 碑有什么用啊 你徐凤年不是北梁王吗 不懂取舍 老人大概是真的老了 话有些多 此时仍是好言相劝 小子 世间美人 那是雨后春笋年年初 便是冰原 也是野火烧不尽 一茶复一茶 但是有两样东西 很难不出 一是沙场上的铁甲重计 少一个就少一个 很难迅速填补 再就是江湖高手 每一人都是需要天赋 际遇和很多年时间打熬出来的 尤其是你徐凤年 要惜命啊 你要是死了 学士见大 徐凤年没有理睬老人的穴道 做了一个抬手势 手中多了一柄雪刀 我务啊 足处西人的小声 可以装作为 sehr 从与河谷 雪 fires 穴阳 上面一顿 甚至密节ave 天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